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回到第三個時段 最後衝刺回答問題 但還未回答問題 我有問題就先問 這個學生很活躍 怎樣?有什麼能幫到你?我不知道是否立即答 大家都知道聖Sir對Saka是玩期指結算日的短炒情況 現在就結算了 有什麼指示給我們? 一個月裏面有20個交易日 我在那兩三天聖極休閒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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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較Saka那幾天 其他都可以的 不是這麼說 首先我要說我自己信奉的東西是什麼? 我是信奉大戶行為經濟學 即是有些人就說我要戰勝市場 以戰勝市場為目的 有些人就是拿別人來做燈 別人看淡 別人看好 即是用一些分析員 捉燈 但我的做法是很簡單的 做一個好的鱷魚失辣 鱷魚你知道夠凶狠的 但它捉不到自己的失辣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太小了 是 它的尾法是無法發出失辣 所以永遠是鱷魚失辣 是 那我做鱷魚食的東西 你就跟手擔多一點 做失辣 吃多一點 實養都夠命 但你說要戰勝鱷魚 就好像有些天真 所以我就不想戰勝大戶 我想做鱷魚失辣 食住上 所以對大戶的行為經濟學 我就花了一番功夫去研究 大家都清楚 我經常都說 或者不是每個人都聽過 都要在這裡說一下 就是 如果繞得太遠 就撐得太遠 通常都是這樣 撐得太遠 即是說 其實股票和期指最大的分別 我自己認為 期指很清楚是一個零和遊戲 即是說 不是你輸 就是他贏 就不可能每個人贏 所以大戶為了要贏這個遊戲 他會千方百計做很多東西 包括掩掩養養 包括用財技 甚至乎以財達障勢帶去踢人 所以他贏面大很多 但股票其實不一定是 螢和遊戲 可以全部一起贏 所以在某程度 股票就沒有那麼奸 就是整體 尤其是有其權其子的股票 但是那些莊家股 就不另外一個環節 向下炒也可以 所以我看大戶的做法 就是跟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知道一樣東西 譬如很簡單 由這個22,000 抽上去 28,200 抽上去28,700 28,200 最近就是29,000 28,200 收上29,468 29,468 這樣的走勢 其實他的期指可以很簡單地 左手交右手 因為每一張期指的成交 就可以一路抽高 但是他左手交右手 他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一對一 很簡單 如果三個人我沽給你 你就拿了之後 你沽給第三個 第三個沽給我 三個來來去去去這樣做 其實三個人都不會輸 但是勢就上去了 當然他不會用三個 可能是三萬個盤 或者用高速度去做 那麼抽到上去 最後就要面對一個結算 即是交成績表 你們很多是操上來的 因為其實他都很擔心 會被別人 抽上去的時候 會被人走貨 所以他們會配合美肌 外圍方面沽貨 那麼最簡單的就是 發明了一個叫牛洪證 那牛洪證就是大戶 要來吃你們打靶 就是最擅長的 所以他在抽現貨 左手交右手期貨 就是操控到某一個位置 吃光牛或者吃光蠔 那些就是他的資本來源 亦都不要忘記他發明 所以他一定是知道怎樣去做 有些軟件可以拆到這些 但是他殺之餘 最後都要出現一件事 結算 你抽那麼多上去 你自己有沒有用 即是你到時怎樣走貨 大家都知道股票要走貨 即是你抽了上去 要派發派給人 沒有人接你便麻煩了 那麼大戶就是最擅長的散戶 最擅長的就是鬥快走 因為你跌了10% 他便馬上沽貨 詳實的10% 他會說你 他不看圖 他會照顧 補回一些本 但是大戶 如果你這樣賺下來 不斷地由100%賺到50% 其實他沒有人接他 因為他自己賺著自己 所以他又出現了一個結算日 結算日不是說股票 是說其子其權 牛紅 左手交右手就不再需要 因為由港交所做中間日 用每5分鐘平均價 一天內有66個 恆子不是用其子 用恆子的66個 每5分鐘平均價 去判斷那個是甚麼結算 而大家很淡都用那個計算 如果你在高位沽就拿錢 你在低位沽就輸錢 輸的就是殺豬賠狗 所以結算日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套現 將以前那些左手交右手 交交右手 維威威拉上去那些 全部撥回錢 不需要找對手 因為港交所幫他們 唯一 那就是結算日的做法 所以他一定有一些豬師馬跡 沒 Yo 而我十多二十年都在看這些 所以對這個結算比較有渣渣就是這個原因 今個月又怎樣看呢? 今個月簡單一點,簡短一點說幾句 今個月你首先要看一個叫做月線圖 月線圖簡單一點,比較花,這裡很花 我這樣過去已經看到了,二八七一七就是開市位 看不到的,不要緊 二八七一七就是它開市 現在大家看看二八七二八 即是告訴你,原地踏步 今個月三月的開市位是二八七一七 看到嗎? 電腦不夠電腦 是嗎? 三月現在是二十七日 但今個月的開市位是二八七一七 但現在的位是二八七二八 即是原地踏步 但大家不要忘記,原地踏步是怎樣呢? 它波動很大 再看看恒生指數時間 選擇日線圖一個月比較容易看 這是一個月的 這是二十七日 這裡是二十八日 這裡看到了,二八七一七開始 大家看到二十七一開始 好,它走勢是怎樣呢? 抽了上去 上到二九二四四 插回來 去到二八二零一 再抽上去 二九四四八六 然後再回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結論呢? 我的結論很簡單 其實它走上發落 都是原地踏步 因為最後都回回來 即是告訴它,它做了很多冤枉的事情 你可能說,這次大戶輸錢 其實它輸錢的機會是很小的 因為它一組部署這一個月是上落市的緣份 即是我抽高是為了沽貨的 放下去是榨貨的 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列口插下來 然後兩天後就有一個很大的列口上去 即是它抽高是為了沽下來 而沽下來是為了抽高 補貨的 這個很虛假的 是 但是你是用裂口破裂口 但是就輸死人了 即是散戶來說 是 好了 這個月的理由 因為大家都早知道 3月1日 是美國定了 如果中國談不妥 罰你25%關稅 是 之後是延長的 3月1日之前 他們一定有策略 是 我猜他們的elgo 早就遇上了3月很嚴重 就算是延長也很害怕 波動很大 他就做事 做事就說明 這個elgo抽高是為了沽的 水低是為了渣 所以最後的結論 這個月 我自己覺得成本很大 抽高然後最 最後最新是跌的 跌下來的 是吧 最新跌下來的意思 就是說 應該是淡倉 搞這麼多東西都是回到跌 就是一定要最新的最有效 所以在結算日 明天 我猜到3.9前 都是會陰落的 之後可能又不同 但是如果他過個月這樣玩 你就輸死了 他一定不會 因為他贏不了錢 他不會輸 但是贏不了錢 所以這個月是為了下個月的單邊市部署 所以一定要想想 如何捉到下個月的單邊市 這裏有萬個關子 我們下個月來我們的聚會 我們就會說一下 究竟看到什麼單邊市 因為單邊市只有兩種 不是升一跌的 3月可以說近期是最難玩的月份 是 好了我們也要回答一下問題 否則有些朋友問了 沒錯 第一個問題是 內房見底未? 內險買得未? 有兩個問題 內房其實是比較奇怪的地方 應該有中美貿易談判 即是心理上的負擔 如果香港人 即是如果有些 固定的東西 都不敢買樓 先看好些錢 反價 之類的 內地也很簡單 看到低位便有 很多三四線城市開始升快 比想像之下 猜不到它快了升 其實它是不懂什麼外圍的 總之現在發覺低 政府很清楚 不敢在那些時候再調控 因為雪上加霜 政府不調控 為什麼不買 這個真的回答不到 他就是買 所以內房是真的不到 本來沒有打算去見底 只見了底次 就是這麼簡單 我看法 OK 即是OK 內險又如何呢? 內險就是A股的牛市嚴延續 因為很多人 保險是持有很多股票 他們持有很多股票 他們持有很多股票 還持有很多保險的股票 即是如果你是A的保險公司 你看不可以通股市 你覺得B的股票好 股票不錯 買他的股票便可以 買B的內險 自然持有很多股票 所以大家互相持有 一齊升一齊跌 現在內險就是這樣 連環選 最慘是連環選 遇到火燒 火燒連環選 一齊騙 他們現在的做法 其實是不務正業 其實是倒退的 業務上倒退 即是 召喚客便不能召喚 因為其實抗拒很大 即是已經買了保險 就買了 不買就很難買到 因為中產階級不是太多 好了 他唯有在製造一些影子銀行 他借錢出去給別人 借錢買股票也好 財務也好 做很多事情 但現在最新人來說 政府的地方債很恐怖 所以可能拖累了保險 所以趁這個反彈應該就沽快保險 寧願買內房板塊也不買保險 現在是強的 因為股票好 但債市就是一般的 股市好但債市不好 是 好 人仔怎麼看呢 人民幣 人民幣 我覺得借美國的衰退 借勢回落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回落可以幫助他們打這場中美貿易戰 在第九輪、十輪、十八輪 因為這段時間裏面正在給美國關稅 是 人民幣 給了十個百分之以來 人民幣 就剩下十個百分之以來 搞掂 是 拖牆 我就知道你多久 主要是這樣 因為中國肯幫美國買豬肉 嗯 因為有這個所謂豬溫 是 買多了很多 買多八成 那美國好看 知道特朗普如果有債的 他便會簽 是 所以華為那些是另外下回分解 所以人民幣偏向是淡的 偏淡的,好 那美元呢? 美元就清楚了 現在只有兩個避險是真的有效的 就是黃金和美元 金價來說每一次回都是買入的機會 最主要就是歐洲太差 日圓又是低迷 貨幣就是contract 英鎊又面臨脫鈎 美元對什麼貨幣都是升的 所以美元一定是好 但本來美元好就不利黃金 因為持貨成本重 正正由於它是不會加息 甚至乎摩根斯丹利說12月會減息 令到有個憧憬 黃金持貨成本都是短暫的 不會長的 所以有人會趁偷位買入 OK 那即是黃金 回答另一條 黃金其實是如果有低位調整下來的話 都是吸納的時機 黃金永遠都是分轉賣 然後買了就不沽 是 就坐在那裡等 所以通常一般是持有15%左右的 是 已經很足夠了 OK 除非你去到很極端 大家也知道 社會主義都會倒閉的 資本主義都可以倒閉的 資本主義倒閉之前 持有黃金 但是這個很辯證很奇怪 因為持有錢的人 就不會買紙黃金 因為他不相信這個資金系統 銀行也會倒閉的 持有紙黃金是對移不到的 全部關門 譬如像德國、德銀 每個人都是 那你拿什麼錢 就把黃金放在保險庫 即是銀行有些保險庫 但是要付租的 你沒有收益 還要付租 很傻的 他們就因為他有15%的錢 用來救命 有錢的人 譬如他持有100億 他有15億 可以吃過那15億 那15億是換了黃金 就等在金庫上 到時就一塊塊拿出來洗 如果沒事 他就不會有他 反正都是15% 對我們來說 你等了多少 又沒有錢 所以 你變成金是難搞的 沒有錢的人是買不到的 買一些金色也不值錢 但是很清楚看到 越南淪陷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拿著一塊金條 就上到飛機 不用密碼的 用密碼走開 金會先走 所以你拿著一塊金 就是萬國的密碼 金條 一條金條 袋在袋上走 這是多年來 幾十年來的一個行常的道理 永遠是 因為錢的系統都會倒閉 世界上不會永恆的 沒有一件事 比特幣 現世多久就已經說不行了 以前 有人會覺得比特幣可以取代銀子 因為不需要各政府去監控 但是由於它有一些 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 比特幣有一些 洗黑錢 每個人都禁 所以難搞 也是倒下股價 價錢 好了 我們回覆一下 還有沒有問題 差不多 另外一條也是跟美元有關 剛才其實也回答過 最後就報一報市場 看看期指方面 是 現在倒下股價錢 即是波動很大 今天來說 所以我剛才也分析給大家聽 是很難看 因為 傾日結算 現在我看它拍淡倉 每一次抽高都會沽下來 但是 在外圍就不太淡 即是很可能 明天玩兩個遊戲 早上至3時9時是看淡 3時9日之後看好 就是我的看法 對還是錯也要明天才知道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好 多謝各位 謝謝梓良 再見